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豪蕭排言 好吵 太热情了 我要先跟各位道一下歉 我刚刚迟到了 你为什么迟到呢 不是因为我刚发现时间来不及了 所以我刚刚为了停车 我就把机车骑到人情道上面去了 真的吗 你下次真的要多注意了 真的 应该注意警察我们在那边 等一下 你要注意有没有遵守交通规则才对吧 你不就最近警察很多吗 对 为什么警察啊 这个月特别多呢 我想是因为这个月听说是交通安全月 交通安全月去年不是十月吗 怎么今年感觉九月 不是 你不记得吗 去年强调的是什么 日子不重要 观念最重要 日子不重要 观念最重要 我想到了 是不是那个 去年就你拍的嘛 匿名者嘛 我没有啊 你没有 我有花胡子吗 没有啊 那就不是我啊 最好就不是你了 拍的不怎么样嘛 但是是说 这个人家给你那么多钱 然后你还给人家违规交通规则 你这样良心过得去吗 不是不是 人家给我那些钱 我不能拿去乱花的 我要拿去做公益的 你拿去做公益 你还在干嘛 缴罚单 坐在自己身上 人家给你钱 那你还缴罚单回去 请问这叫什么 循环借贷 我们一切还是等待司法的判决 去年他找了你拍了 那为什么今年又找我们两个一起拍呢 我觉得道理显而易见嘛 找演员来宣传 他们的表演能力 可以让宣传力道更好 有道理 那我就想说 如果我们表演能力这么好 是不是多给我们一点钱 让我们拍电影 这样不是就更有那个 宣导的感觉了吗 是不是 拍电影大家就想看了 对不对 对 不会觉得无聊嘛 我们要拍哪一种电影 我们可以拍那种公路电影 哦 了解 对对对 就是那边路在那边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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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是高速公路和平面道路 哦 高速公路也有啊 对不对 呜呜呜呜呜呜呜 那请问一下平面道路在哪里 呜呜呜呜大概这样子吧 你这个是 平面倒路 而且我在讲道路跟这个路是有什么关系 不是你知道 这越小的路很容易发生危险 怎么说 小路乱撞 是啊 车子很容易乱撞 对啊对啊 啊 真的是 不是不是 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还是要把它试着拍的一部电影 我们想想看很多那种好莱坞的动作片都有嘛 不是我跟你讲 你说要拍电影这个idea就是完全错误的 请问哪一个卖座的好电影 它里面的交通是安全的呢 对不对 你有看过玩命关头吧 对不对 Fast and Furious 对不对 大家看的是飞车追逐 大家想看的是什么 速度与激情 我告诉你 其实这样 我们搞不好把它拍成一个都很遵守交通规则的电影 说不定会很好看吧 我不信 我演大哥 你演小弟 好好好 我们要去追那个跟着情夫逃走 跟着情夫逃走的大嫂 好好好 来来来来 让我进入角色 来来来 完了大嫂那个男人就在前面 什么 完了大嫂那个男人就在前面 我现在赶快开车追他 来 开车 来来来 还没够快 氮气加速 要不然 危险 开 大哥为什么停下来了 有红灯啊 不能停红灯啊 闯红灯过去啊 没有 兄弟 安全快 安全快 You die fast 我重要的还没讲 for my family for my family for your family 你family都不见了 我跟你讲 要速度激情 我要速度跟激情呢 速度 我刹车上很快 啊激情呢 激情 你看 你大嫂跟那个情夫在做什么呢 太太 太太 等一下 等一下大哥 已经结束了耶 原来速度在那个男的身上 完美演绎速度与激情 那我们在这边干什么啊 小丑竟是我自己啊 好啦 这样好像真的不能拍啦 对啊 而且我觉得 你拍这种电影东西就是天马行空嘛 对不对 我觉得要宣导交通安全 就应该拍一些日常生活中 真的会遇到的状况 大家比较有共鸣嘛 那什么样是常遇到的状况 我去查过 就是前五名很容易发生车祸的状况 是这样的 其中一个就是执行车跟右转车 它们撞在一起 哦 所以我觉得我们内容应该拍这个 好的好的好的 OK好 我今天骑着机车我执行 好我今天开车我要右转 撞上 千万不要这么做 等一下 你在宣导什么 你每次都直接跳过中间的论述 直接进结论 这是在宣导什么 我其实真正想要说的是 我想要偷偷个影片 宣导出让这个概念 对那我们就应该把让这个概念体现出来 也是也是 那再来一遍 OK我骑车我执行 我开车我右转 我知道你要右转 我知道你想要执行 于是我让你执行 我让你右转 让你让世界多美好 等一下 我要去哪里啊 我有让欸 你让了我什么 让你迷路我 不是这种让 不是这种让 我知道要激烈一点 对对对对 我让你去死欸 不是 你这样 你这样 你这样丑化机车组哦 对那这样不行 我把机车丢了我变行人 让不让 让不让 你这样丑化行人就比较好吗 那这样也不行 我把机车牵回来 我边走边骑 让不让 让不让 我无法定义 我告诉你 那我也骑车嘛 我也骑车 看谁要让谁 谁要让谁 让我好混乱啊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所以重点不是这样 你不要每次觉得 你让人家是自己吃亏 好不好 重点是什么 让别人 其实也是让自己 怎么样 不舒服 我就是要强调 不是让自己不舒服 是让别人 其实也是让自己 活得久一点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想一下 对不对 你知道有时候啊 危险 它不是发生在让或不让之间 有时候反而都没有其他人的时候 危险还是存在的 对啊 有时候你自己一个人 半夜在路上 你反而会轻忽了这个危险 对啊 你知道轻忽是很严重的吧 各位一定要小心轻忽这个心态 我举几个例子 各位真的要借鉴 OK 比如说呢 我真的好想要那块土地 所以我就不小心把站车开过去了 我真的好轻忽啊 你这个是侵略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给你听好不好 就是我刚讲的 你今天麦当劳上完班 大夜班打完两三点 骑车回家经过家里那个十字路口 那个十字路口都没有红绿灯 所以你每天就觉得说 反正我每天都没车嘛 我今天好想回家睡觉 所以你就油门没有放松 你就油门继续吹 经过路口没有减速慢行 然后呢 就在今天转一个小男孩 跑到路上玩球 事情就发生了嘛 我懂你的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说 危险就是发生在大家粗心大意的时候 所以其实可怕的不是危险本身 而是轻忽危险的心态 我了啦 大家也都了嘛 就像避孕一样嘛 对不对 好想排演 下台一举功 好想排演 四叔东益啊 我今天没有骑车 你可以载我回家吗 你在我还是我在你 你在前面还我在后面 东益啊 前面有十字路口 要小心慢行啊 放心啦 这条路我骑很多遍了 这个时候没什么车 你忘了啦 可怕的不是危险 而是什么 轻忽危险的心态 没错 你看 前面路口我们就稍微停一下吧 好 哇 真的没有人耶 谢谢你们 如果每个路口的用路人 都能像你们一样 这么注意交通安全 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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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